總統蔡英文視察國軍部隊 先後前往空軍第六雷達中隊 海軍海豐三中隊 以及台北通行大隊 中共近期大規模武力恫嚇 蔡英文肯定相關獄警徵搜單位 都是保衛國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破壞民主的挑戰從來沒有間斷過 來自外在的威脅也從來沒有停止過 作為三軍統帥 我會和各位並肩同行 我們全體國人也會做 中華民國國軍最強的後盾 正值金門823戰役64週年 蔡英文期許部隊 秉持823精神守衛國土 823精神就是所有的台灣人民 不分先來後到 不分族群 共同守衛國家的精神 我們要做的就是讓敵人明白 台灣有保衛國家的決心和準備 也有自我防衛的能力 侵略台灣或者是試圖侵略台灣 將付出很大的代價 更將遭受國際社會強烈的譴責 強調和平不是建立在敵人一時善意之上 也不是靠敵人施捨 尤其面對中共不放棄無力犯台 任何施捨都不會帶來真正的安全 清場第一次台灣推播鬥 蘇聯誕 三人